Rivostar 炸药,好十三年的硅谷大戏终究落幕,演员可不止传奇女创始人一位。 近日居华尔街日报报道,血液检测公司Ternos正式解散,预估500万美元的剩余资金会在未来几个月内返还给吴达导菜权人。 Ternos曾是一只硅谷明星独角兽,最高估值曾高达90亿美元,此次解散,也意味着曾向Ternos投入大笔资金的知名投资者如来打税益成空,投资者们总计损失近10亿美元,我们没时间了此话。 出自Ternos高管David Taylor,周二发出的指股东信中,而Ternos需要与之赛好的时间,就是避免被破产。 正确主动解散,Taylor告诉股东,公司违反了去年与Fortress投资集团,达成了现代协议。 经两方协商,Fortress将拥有Ternos的知识产权,并违使Ternos所剩无几的现金,返还给吴达导债权人。 公司的现金都愿不够成额返还给债权人,因此股东不会得到份额。 Ternos董事会预计将于今天召开。 公司彻底完成解散,估计需要6到12个月,这家诞生至今15年,曾声称研发出了颠覆血减行业的革命性方法的公司,自2015年被曝出检测作假。 2、2016年起被美国各州吊销医疗执照并关闭了旗下血液检测授施和医生实验室。 在今年3月Ternos高拐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一名是欺诈罪起诉,6月遭到美国司法部刑事指控。 终于,这场上演了三年的硅谷大戏落下帷幕。 女法乔布斯创始人比起Ternos机器号车的革命性射减技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Elizabeth Holmes银记要更大一些,在同龄人还在研读生物轿车书时。 19岁的Elizabeth已经从斯坦福大学输学,并创办了血剑公司Ternos。 Ternos自带升起的目标,就是颠覆传统的血液检测办法。 检测者不需要前往医院抽血,再未验血结果等待上几十个小时出结果。 Ternos血检法,只需在附近合作腰房点,才只兼上几滴血液,四个小时就能得到240多项检测结果。 而费用却比医院便宜一半,Ternos得到了诸读规估和证界大佬的背书。 投资人包括甲骨文创始人Larry Allison, 报业大赫莫多克,以及美国前国务卿的Elizabeth Holmes和美国前副总统拜登, 参观Ternos实验室在2013年,Ternos正式推出了名为Manu Ternos的血液采集器和Minilab的检测设备。 最便宜的套餐只是便宜到最低只需要2.99美元, 而当时全球血液检测市场估值约在500的700亿美元,Ternos一炮二虹。 这位爱在公共场合身着黑色高领毛衣,举手头族之间都有点乔布斯范儿的女创始人, 随即就被称之位女百乔布斯,她在30岁那年登陆福布斯,全球四零零。 最年轻女富翁行列,入选时代杂志2015年世界最具影响力100人名单, 净资产最高达45亿美元,全世界都在等着Ternos重新定义血减了。 炮空前的第一枪2015年10月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拉开了这场大戏的序幕。 调查记者Tronka Weiru采访了大笔Ternos前员工, 对比了Ternos和专业医疗结构的血液检测结果。 结果爆出Ternos检测结果不准确,检测数量不复实, 甚至零检测室备,用的都不是自己的,而是其他公司的医疗设备。 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早在2007年就有内部员工, 爆出Ternos检测流程不合理,为何这一丑门花了这么久才被爆出来? 要花就夸创始人Elizabeth Holmes。 她在Ternos内,不推行极为严苛的信息保密制度, 对内,以采取必要法律手段,来威胁内部员工, 要求他们禁止与媒体通气。 对外,玩弄逻辑游戏,夸大试验结果, 对投资者放爆数字和业绩,在公司里气上满下, 面对媒体则失口否认。 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及记者中卡威鲁, 手握的时辰实在太多, 后续包括纽约时报, MIT科技评论, 等媒体的跟进报道, 让原本冉冉冉升起的新星Ternos 彻底成了砸向地面的陨石。 资深半岛独角兽的华尔街日报调查记者 John Carré Ronsonos面临的不只是名誉扫地, 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到药监局, 都盯上了这家估值高达90亿美元, 要颠覆血浸行业的医疗科技公司, 往后至今三年, 就是Ternos大厦倾倒的三年, 2016年6月, 美国最大的连锁药榜, 也是Ternos最大的血浅浅Walgreens中止 和Ternos与前者的合作, 同年7月, 联邦监管机构禁止Elizabeth Holmes 在未来两年运营实验室, 随即Ternos宣布旗下实验室全部关闭, 才调了两次称公司员公共计340人, 同年2017年4月, Ternos开始给, 所有曾购买过公司产品的用户全额退款, 这笔数字预估是490万美元, 约合3350万人民币, 2018年3月,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一名是欺诈罪体肃, Elizabeth Holmes和Landman Romimati 两名公司负责人, 屏外和解的结果是, Elizabeth Holmes返还公司股票, 放弃多数表决权, 同时被禁止在未来10年内, 担任任何上市公司的高管或董事, 而在3个月前, 由于涉及欺诈即可能给病人造成难以预估的健康损失, Elizabeth Holmes又被美国司法部指控反弃诈罪, 除了没想指控都追加25万美元的罚款外, 还可能面临最长达20年的刑期, 目前, Elizabeth Holmes和公司二号高管Ramesh Balwani 已被盘无罪, Tellanos的完整故事, 也被John Carrero 写为坏血, 硅谷创业公司背后的谎言和秘密, Bad Blood, Secrets, On the Lives, In the Silicon Valley Startup, 出版Elizabeth Holmes的故事, 也将被改编为电影, 或许有望在公司正式解散后上映, Tellanos这场很跨15年的大戏中将落幕, 眼看他在硅谷起高楼, 眼看他在华尔街楼塌了, 或许19岁时的Elizabeth Holmes 想要改变血液检测方法的出现并没有错, Tellanos愿景中的血液检测技术, 也不一定就是无稽之谈, 只是炒作, 资本, 旷言不断的恶性循环, 附着在远石上的重量越来越大, 最终致使他轰然坠地, 而这场闹剧中的主角也不只有Elizabeth Holmes, 硅谷离整域叫嚣着改变世界的人, 华尔街的金融家, 政界中的新科技政客, 甚至是实验室中的科学家们, 都参临了这场闹剧, 硅谷的自打还将持续下去, Tellanos的高管, Romey Murphy, 如是说, 愿Tellanos成为硅谷的警钟, 参考, Tellanos founder Elizabeth Holmes United, on fraud charge show one, company scammed Silicon Valley, on the how it got caught the annals, is shutting down, 编辑, 送了圣题图, 视觉中国。